能夫人看你可怜 特意给你多结了一个月工资 以后别偷东西了 妈妈妈妈我要那个 欣欣 生日快乐 谢谢 欣欣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谢谢姐姐 二小姐生日快乐 欣欣喜欢吗 喜欢 妈妈给你戴上 真漂亮 月儿啊你也有 也给你戴上 真好看 那接下来我们玩什么呢 我想来终米餐 开始跑 月儿好多快 杨杨 你在这儿等妈妈好吗 水扇你华二小姐的礼物的 脏死了 想顺叔千阳偷东西啊 不是看看这什么场合 谁偷东西了 我 我没有 赶紧滚 让我报警了 不就是有两个臭情 有什么了不起的 凭什么 我的孩子生下来 就急一律师 我的孩子生下来 就天生见 凭什么 杨杨 把好了啊 咱们回家了 你 看 你都做好了吗 三 二 一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是不是又偷什么东西了 你别胡说八道啊 什么偷东西 我没偷东西 什么情况 夫人 她刚刚插着 偷走二小姐的玩具 这个人手脚不太干净 我怀疑的车上 是不是偷了别的东西 她搜到她的车 我没有 我没偷东西 什么东西 夫人 我没偷东西 我就是想带孩子见见世面 算了 她带上孩子也不容易 让她走吧 我们夫人善良不跟你记性 还不快滚 等一下 你去拿点人食给孩子 谢谢夫人 天黑了 你带孩子早点回家 嗯 当家的 是我 你刚到这家没几天 怎么又被开除了 你是不是又偷人家东西了 大家那么有气 我随便偷两人怎么了 明明她从尺头缝里 露得咪咪咪咪咪 她够咱们过好日子了 她明明可也睁一眼屁一眼 不搭理我 可她翻要紧接计较 好啊 嗯 要我也偷她 有没有大事 你疯了 这可是犯法的 嗯 这我好过 谁他妈都别好过 反正这我也已经偷出来了 法也已经犯了 当家的 你还不等着被抓了 走啊 快 快点 你小心点 坐吧吧啊 杨杨 你哭哭哭什么哭 我哭哭哭 妈妈我太熟了 我都要听你了 你们脚上贴也没有用 这我都心心了吗 好心心 我的心心啊 一群废物 谁要敢当我下家的女儿 我让他们服供在家 去找 去找啊 大家的 我好像听见后面有车身了 是不是有人追过来了 快点 啊 你 你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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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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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下哪儿了 杨阳 杨阳 你 杨阳 你快醒醒杨阳 杨阳 你醒醒有妈妈在你快醒醒啊 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在啊 我是说 家里面找个人找了甚至十五年 还没有一点消息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哎老板好啊好小小琴来你的 我是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就那么能吃 苦比一般的男的还要能扛 好好干啊哈哈哈哈 谢谢老板 再等一年就可以做起洋洋买房的首付了 江琴 阿姨江琴啊你这也太辛苦了 年纪轻轻的姑娘在工地上干这么重的活 晚上还要到夜市里去大工 还不舍得吃你说你这身体不是铁打的 这怎么能承受得住啊 阿姨发去世的早这我妈身体又不好 一个人把我跟我弟拉扯大 这我现在长大了 帮她多分担一点应该的 你倒是孝顺 可我看你妈一点也不知道欣赏你 还总在电话里骂你 我都听过好词 单亲妈妈压力大了 我理解 所以你应该更在努力 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日子过好了 我妈笑容就多了 笑容多了 我想要看你 董事长 工地 出事了 什么 没有伤到要害 不过我们查出你患有其他疾病 什么疾病 是胃癌 还是有治疗希望的 只是价钱不便宜 医生 如果我这个病不治的话 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三个月 不过 我们查出你患有其他疾病 是胃癌 不行 如果这个病 我不知道 我还不活多了 三个月 医生 刚刚工地送来的伤者 情况怎么样 是个年轻小姑娘 才23岁 伤的问题不大 只是我们查出了有 胃癌 23岁的小姑娘 在工地干活 是啊 我们就职以后 她的家人一直没有出现过 鼓励你一个人怪可怜的 赔偿款尽快给她 她一定需要这笔钱 好 这是她的片子啊 是的 她戴着星星项链 她就是我的星星 妈妈好不容易有了你的线索 这一次 妈妈一定要找到你 妈我回来了 妈我回来了 妈 晴晴 你妈把房子卖了 早就搬走了 你妈没告诉你吗 什么 喂 妈 我回来了 你们在哪 那钱寄回来就行了 你回来干什么呀 那来一来回回都不是 你今天本来就没寄几个钱回来 你两个大脸回来 妈 我这些年 打工赚的钱都给您了 您早了多少了 我想要一笔钱 你个死丫头 你这一回来就要钱 我没钱 你在洋洋马上打贴婚了 用钱在这边拖着呢 你赶紧去找几个那个兼职多干 最好找这种公事工作的 打钱都省出来 妈 我生病了 你少给我交情 你你是病了 又不是死了 你小子要给我找几个透懒 妈 你对她那么凶干什么呀 这小贱人 我要不骂她几句 她的脑子就不清洗 她的钱 进了老娘的口袋里 她叫我回药 做梦吧 妈 你想要稳住这棵摇钱树 你就得哄着她 我现在房子车试买 但丽丽的彩礼怎么办啊 过两天就是婚期了 你把她骂怎么怎么办 她敢 我还记不住她了你我还 妈 看我的 你看 妈刚才跟你发脾气啊 你可千万别生气 妈不让你回来啊 其实是有原因的 妈她 妈怎么了 她得了白血病 什么 妈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也是不想让你担心 怎么会这样 姐 你别着急 医生说能吃 只是要花不少钱 我们把房子卖了 但这钱 还是远远不够 是为了 还是有治疗期望 只是价钱三个月 杨阳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一定要把妈照顾好 醒开你 妈 你看他这不就乖乖地 给咱卖命了吗 打一打感情牌 比骂他几句有用多了 仙子 还得是你聪明啊 只要他不恢复记忆 他就永远不知道 他自己的身份 只要他认定是亲妈 或是他亲弟弟 他就会继续地 给咱当牛做妈 让我们炸干的 最后一滴血 小王 开快点 妈 你别着急 快到了 你没事吧 我给你叫救护车 送你去医院 不用 不用送 可以 可以给我一些钱吗 被撞成这样还要钱 你该不会是碰瓷的吧 我 我真的很需要钱 不需要送 我知道 太少 一切钱就好了 妈 这日睡成八九 就是碰瓷的 月儿 别跟这种人浪费时间 这一次好不容易 有了新兴的消息 绝不能耽误我 年纪轻轻的 就不能赚点 清清白白的钱吗 为了碰瓷 连命都不要 就不怕哪一次 真的被撞死 月儿 走吧 别跟这种人废话 心术不振 自由天授 星星 妈妈找了你十五年 这一次 一定能找到你 你不要让妈妈 再失望了 妈妈已经等不起了 你们找谁啊 请问江启是住这吗 他以前是住在这里 不过这房子江家已经卖出去了 对了 他今天有回来过 应该刚走没多久 妈 我们又来晚了一波 我有种预感 星星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你一定会好起来 没事 啊 儿子在 妈你怎么样 杨阳 你也是的 我不知不让你告诉我 哎呦 你都已经这么严重了 怎么能不告诉姐呢 姐也很担心你啊 妈 妈 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我也是你的女儿呀 亲亲啊 妈就是怕你担心的 这么多年 你已经够辛苦的 啊 时间不多了 不过 妈 妈 有句话 一定要对你说 其实妈妈 其实妈妈一直都是很爱你的 亲亲啊 妈 有你这句话 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妈 我们一定会治好你的 亲亲 亲亲啊 别白费这个力气了 医生都说了 是这个病要一百万 你们两个拿来的那一百万 哎呦妈啊 都怪儿子不好 但是您放心 我就算是卖血卖身 我也会给您凑到一百万的 哎呦儿子 我求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怎么能让你卖血卖身 这钱你先拿着 剩下我来想办法 杨阳 你一定要照顾好妈 好 我一定会尽快 凑齐这一百万的 都 请请 一百万都这么爽快 早知道多要点了 我就说这小浪蹄子 他藏了丝吧 都说钱 全给咱七回来了 这一睹眼 两万块 呸 这 这钱是怎么有血的 他这钱哪来的 你管他怎么来的呢 怎么能用不就行了吗 对对对 你自己的病都这么严重 怎么还想着来卖血呢 医生 我求求你了 我人还年轻 多说几单没有关系的 不行啊 你的身体根本经不起 这样的折磨 如果你真的需要钱 我看你胸前这个项链不错 看了挺之前的 你好 老板 你们帮我看一下 这个值多少钱 这是五十万 你拿好 你行了 那个预测金是五十万 谢谢 哎呀 姐 这是五十万 你今天拿着 五十万 哪来的 我把那个星星项链卖了 项链 那个项链那么值钱啊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兴许 是祖传下来的项链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比妈的身体重要 你再拿着 行医生 行李妈用药 行 剩下的五十万 我再想办法 好 对了 姐 我最近筹备婚礼啊 实在太忙了 你能不能下周 帮我送份文件 地址我发你手机上 行 我帮你送 我走了啊 行 方老板 人我帮你搞定了 我姐 她不仅长得漂亮 还是个厨呢 五十万 记得打我仗 方老板 我是来给你送文件的 哦 是吗 我只是来给你送文件的 哦 原来你给我送的是这个呀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呀 看着挺清纯的小姑娘 玩得这么花呀 我喜欢 不枉我花了五十万了 什么五十万 江阳收了我五十万呢 他把你卖给我了 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别怕呀宝贝 我会让你啊 一生一死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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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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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呀宝贝 哎 有线索了 什么 有人在点单行里卖了这块项链 这就是我送给星星的项链 是星星 一定是星星 务必找到那个卖项链的人 医生 这个病床的人呢 早就出院了呀 只是贫血而已 明明不需要出院的 非得住两天 只是贫血 是呀身体好得很 不用担心啊 妈妈妈一直都是好爱你 是羊羊姐 你能不能下周帮我送个文件 为什么要骗我 真的 那俩的疯婆子敢敢在本小姐会上捣乱 好漂亮的婚着 好气派的婚礼 我幸福的仙人 我爸可是新月集团部门高管 向你中底层废物 现不来的 是啊 我们那里是新月集团高层千金 新月集团可不是一般人热情 这人真实不知心 得到这道蒋总 这以后可别想在海城混下去了 是啊 听到了吗 还不快苦 耽误了及时 你能承担起责任吗 我是底层废物 可是你知道吗 那豪华的婚车 浪漫的婚礼 还有这几百的牌照 都是靠我这个底层废物 万全卖命换来的 这人跟他一说 你时间疯吧 本小姐的婚礼 跟你这个底层废物有半模型关系啊 我就是实行疯 只有一个疯了的人 才会相信你们的谎言 才会相信你们的胡言乱语 我就是疯了 才会相信你们会真的爱我 江阳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话信息量好大呀 他该不是先玩小亲人吧 我 刚才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这下有好戏看了 这是什么关系啊 他那个穷酸样 哪里是奖家千金的对手 江阳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谁 江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说 他是不是你的小三 你一个高入职的基础员工 能起到我们家里 是你八辈子救来的福气 没想到你竟然脚踏两只船 爸 妈 我没有 没有 那你给我解释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就是来碰瓷的 没错 他就是来碰瓷的 你好大的胆子 今天可是我儿子大死的日子 要是当务的及时 我就跟他拼命 小姐 愣进来看 你生下来是富家千金又怎样 这些还不是给我当一座 不是你的女儿呀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对这个家不够了那么多 什么 你不就江阳一个独生死吗 怎么又酸出来一个女儿 亲家母 我我哪来的什么女儿啊 这小街人 一看就是不知道从哪个村里跑出来碰瓷的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要是敢当阳阳阳的婚线 这叫你狗屁 怎么还吐血了 假的吧 这里都骗出这么多 万一是真的可别弄出人命来 对啊 啊 大伙可都瞧见了 我给大家碰都没碰到他 他就在这吐血 这不是他儿子什么呀 江阳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家人啊 哎呀 是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我们家人呢 我怎么可能生出他这么没有脸的女儿呢 也是 像他这种人 怎么会让父母对他那么好呢 我看了 是江阳在攀上我之前 乡下的聘筒吧 莉莉怎么可能呢 我只爱你一个人 就爱你 好 那就好办了 来人 嗯 你干什么 放开我 莉莉 你这是做什么呀 这不太好吧 你跟他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吗 可 来自 莉莉说的对 毕竟咱们又不认识这个女人 我跟他干什么 江阳 你妈说的不算 你要是还想跟我结婚 就把她一起给我扒了 你要是不做 就证明你跟她有奸情 就想进我蒋家的门 你看 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 别脏了他的手 让我来 你干吗 我是你的 原来我为了这个家不就了那么多 我心不平心了 自己的病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心里脱也得脱 肚脱也得脱 你敢对我这个废坏 我看谁敢 我刚才都说这个门开我 好男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我看谁在动他 好走 他已经不是他 他要是谁 江晴这十几年一直处在社会 不是在家的活就是在外正经 根本不可能认识什么 能给他撑腰的什么 你谁呀 这有你什么事 我劝你 最好不要多坏闲事 不会跟他是同一家丰人院里出来的病友吧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丰人院不想干 一个两个人放出来发疯 出我的眉头 我这个疯子做定了 你们感动他一丝一毫 我又让你们千倍百倍的偿还 一个也跑不了 疯了疯了真是疯了 怎么有人为了这个贱人 跟我做罪 简直自语自误 我爸星月集团团高管 马上给我磕头谢罪 对对 别忘了 当时我只在他家做了几天 他应该早就不记得我 再说 我已经不一样了 我的儿子有出息 庆家公也是鼎鼎力啊 我爸他就是 没错 你把耳朵支了起来给我听清楚 我庆家公 人家可是星月集团鼎鼎鼎厉害的人 那杜杜角 整个江城都得抖三抖 这个什么东西 星月集团 怕了吧 怕了就赶紧磕头认罪 没想到吧 今天你也都着硬着 我看你还怎么骚掌 不管他的事 安一 你不要为了我得罪他们 不得罪不起的 赶紧走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天天你破坏了我的婚礼 让我大喜日子好不痛快 简直该死 必须给我磕头谢罪 赔偿我的损失 孩子 别怕 有我在 我怎么不知道 星月集团 哪个部门有女称号人物 你是什么人物 你配知道吗 连星月集团门窗里面开 都不知道吧 那你知道 我是谁吗 你 你是什么人物呀 你是精神病 还是跟他一起来碰瓷的骗子 今天惹得我好不愉快 虚故我道歉 放肆 大纳临头还敢洋洋得意 你们简直不知天高地好 我不是碰瓷的 我也不是骗子 他们更不是 你不要污蔑好人 那 他是东区分公司行政部的 这下知道了我的身份了吧 看在我女儿 今天大婚的份上 我就不大动干戈了 只要你肯跪下 低头道歉 我可以考虑 饶不你们用 狂妄 现在 就算你跪下 我又饶不了你 放不下去 以后 我在江城 再也不要看到他们 你以为咱短去吗 冲得还挺像的 再等五秒钟 我看 我们还笑不笑得出来 好吧 要不要我帮你说 哈哈哈哈 五 四 三 二 一 哎呦 哈哈怎么回事 啥也没有 怎么什么也没有发生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喂 什么 韩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老奖啊 开了点 自己想想得罪谁了吧 爸 怎么了 我被写过了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搞错了 难道 他真是什么大人 这怎么可能 江青不可能 这是什么大人 除非 你到底是谁 我叫 汤曼 这名字 好耳熟 汤曼 星月集团的董事长 好像就叫汤曼 不可能 不可能 狗眼不识泰山 天哪 他居然是 星月集团董事长 早就听闻 星月集团董事长 是一位隐藏人 天天竟然见到了活的 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刚刚董事长面前 一个分公司部门经理 算个屁啊 他真是星月集团董事长 妈 怎么办啊 怎么可能 刚才 他怎么可能 是星月集团的董事长 他一定在撒谎 他就是个骗子 我妈就是星月集团董事长 这一点 还不需要向你证明 那是因为你证明不了吧 我庆家公 那可是星月集团的领导 我儿子也在星月集团 那他要真是星月集团的董事长 那他那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就是他在说谎 你这个臭婆娘 我被你害惨了 庆家公 我 我只是分公司的一个小管理 哪里有资格见到董事长 你这个臭婆娘 都怪你 要不是你们母子惹了这个疯子来闹事 我怎么会得罪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就原谅我吧 师父 永远不是泰山 爸 你怎么吹人呢 你说 谁是疯子 董事长 这么维护这个女人 他们的乱七 一定不简单 董事长 董事长 师父我说错了 我该死我该死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也和他无怨无仇 是他来找他们的 要把他衣服的 也是他们 跟我们没关系啊 我该死我该死 爸 你干嘛跟他跪下 快起来 就算他是董事长有怎么样 老闹救人之后这天吧 我们有钱 离开了幸运集团 照样可以东山再起 你给我闭嘴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无知的宠物 赶紧 向董事长 道歉 董事长 我的女儿年幼无知 选错了对象 这个话 我们不结了 都是他们的错 你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杨河 说什么 不结了 为了我儿子结婚礼 我们可是足足给了五十万的开业 你他妈说不结就不结了 区区五十万还给你就是了 你把我卖了 就为了五十万 什么 还把他给卖了 你放屁 这五十万 可是你心哥情愿给我的 那是因为你是我妈 我想要救你的命 可是你们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卖些命 有没有有那么重要啊 我让你给这五十万 那是我们俩俩看的提你 可你既然已经给你们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卖了 我都卖了你啊 明明就是你自己下奸 看人家有钱往人家床上爬了 我没有 这么多年 他为你们回复出那么多 你竟然 是这么对他的 好啊 原来他真的是你的女儿 搞了这么久 撒谎的人是你 我原来是真母女啊 竟然拿自己女儿去换财力钱 这女孩也太惨了 自己女儿都不认 还当成羞辱她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妈呀 是啊 他可不要听那么胡说八道啊 我哪有什么女儿 我根本就没有他这个女儿 我只有杨阳一个孩子 你确实只有他一个孩子 因为 他是我的女儿 你确实不是他的孩子 他们不配成为你的家人 你是我他们的女儿啊 他竟然是董事长的基因 烦了 说我让他知道 当年是我和他女儿 那我和杨阳 就没有黄儒 这个女儿竟然是董事长千金 这个疯国子 竟然上海董事长的千金 新月集团的千金 这可是真正的金枝玉业啊 金枝玉业 凭什么他的女儿生来就是金枝玉业 而我和我的儿子 重点就是下等人任人见他 他的女儿十五年 不是应该为了找女儿 痛不欲生 散尽家财 他怎么不仅没有逃下 还成了新月起来的董事长 现在想要没有团圆 怎么能让你们熟悉 好吗 即便你是董事长 那又怎样 你也不能当作抢人家孩子吧 刚才是你自己说 只有一个孩子的 他的确不是我生的 是我捡来的 那又怎样 我好歹辛辛苦苦养了他这么多年吧 本来我是应该感谢你 毕竟你养了我女儿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原来苦的不是你 是我的女儿 看来他并不知道 当年是偷了他的女儿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怎么可能是您的女儿 没错 妈妈少了你十五年终于找到你了 这是你的项链吧 可是 不是我已经将他卖了 怎么会在你这这就对了 我的孩子 我的心 妈妈的孩子 你不想 你绝对不能让他们模仿相认 这条项链不是他的 你说什么 这条项链根本就不是他的 这个项链明明就是我从小带到大的 是他 那天 就是他来卖的这个项链 好你个死丫头 你是看人有钱 照着人有钱人当妈了是吧 这是你从小带的 那不是你偷的吗 我没有 你还不常认是吧 你从小说你就没一句实话 闭嘴 没有一句实话的是你吧 你想凭你三寸不赖之蛇 影响我的判断 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他的眉眼 跟星星确实有几个相似 但是光凭一条项链就确认 她是星星 确实是太草散了 孩子 如果你是星星 你应该知道 这条项链 是我送给你的 你还记得 那是个什么日子 是什么场合 我把它给你的 这小镜蹄子是 他怎么会记 我想起 你 想不起 那没有的事 你怎么想 不是 我送给星星项链 刚好是星星 阿姨的生日 但你说已经不晓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星星是不会忘记的 不是我的星星 你告诉我 这条项链 你到底从哪里来的 我想不起来了 但是 阿姨 你相信我 我没有偷 我真的没有偷 你就别不承认 我可是亲眼看见 他不仅抢了他的欲 他打了他 是真的吗 没有 我没有 我知道 你是个可怜的孩子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 我也不怪你 你只要告诉我 项链从哪来的 他在哪里 你觉得一切 我可以统统不计较 我真的没有 这个项链真的是我的 阿姨 你相信我 他真的是我的 他不知道 我知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当年我亲眼看见 他抢了那个女孩的项链 他还打了他 那个小女孩苦苦的哀求他说 求求你还给我吧 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是我八岁的时候 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快告诉我 他在哪里 在哪 想让我告诉你 可以 不过你得答应我 你说什么条件 给我五百万 再给我的儿子升职加薪 让他当那个什么经理 我答应你 可真敢狮子大腿 你这是敲诈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吗 什么叫敲诈呀 这都是你情我怨的事 别好像我还是逼你的事 不要相信他 他在骗你 为什么要骗我 你多想 你就是我的新星 可你连这项链 我什么时候送给你 你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 我告诉你 这条项链 是我女儿欣欣八岁的时候 我送给她的礼物 想不到吧 那一天我就在现场 一个被你辞退的女人 你可能早就忘记 但是这个项链 他真的是我从小待到大的 我没有骗你 闭嘴 你们母女俩 可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不过 你说谎的段位 比她可高多了 你 我差一点 就被你单存无辜的样子 给骗了 不过我的心性 是个乖孩子 他不会傻伙 你不要再编了 欺负新兴的账 我以后再找你算 你的条件 我都答应你 快说 妈这个好真是仨大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要什么人 少坑我废话 先给钱 什么 妈这个钱不能给 他是骗子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 管家来电话了 星星回来了 我的星星回来了 不是 这怎么可能 他的女儿明明就是这个相见的 那个 一定是假的 倒数的五百万 就这么废了 看看 是哪冒出的的冒牌货 断我财路 小姐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里都被你给毁了 不是我说你 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见的 你还有脸分 能够要不是我 看你可怜把你从拉架堆里捡回来 你早就饿死了 我管你吃 管你穿 把你养这么大 这么报答我的 我可真很危害 当初我就应该让你死在大球队里 我的父母是 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别做梦了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赔钱货 你告诉我 我的父母是 刚才 他不就站在你面前 可惜呀 他不认识你 你想知道 我偏不高 谁让你为我不高兴 不让我好 你也不让我好过 快送医院 快送医院啊 儿子咱们走 二小姐喝茶 妈妈 我回来了 你真的是我的亲戚 你是姐姐 是 我是姐姐 姐姐 那是我们小树一起种的那棵树吧 都长这么高了 你说过 等小树长大的时候 我们也长大了 妈妈 你说什么事啊 不认识你 妹妹 等小树长大了 我们也长大了 是 小树长大了 我们也长大了 欣欣 妈妈找的你好苦 我的欣欣 你这些年去哪儿了 妈妈 我八岁生日的时候 被坏人拐走了 我一直想找机会逃回来 但是我都回不来 这些年 我也好想你们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以后妈妈 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恭喜夫人 二小姐 舞女团圆 欣欣 你多吃一点 你太瘦了 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妈妈 别难过 那些都过去了 以后我们一家人 要永远在一起 不分开 欣欣说的对 以后我们一家人啊 永远不分开 这个你也喜欢吃的 对吧 谢谢妈妈 哎 星星 我记得你以前吃胡萝卜过敏啊 对啊 星星 你以前不吃胡萝卜的 妈妈 妈妈 姐姐 那是我小时候挑食 不想吃 不是过敏 这些年在外边 有的吃就不错了 连饱肚子最重要 我现在已经不挑食了 星星 你受苦了 没有了妈妈 多吃一点 谢谢妈妈 这房间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一点都没变 妈妈每天都叫人打扫 因为妈妈知道 你一定会回来的 这是我的同学小青送的 这是六岁时 姐姐送了生日礼物 这是一年级的时候 参加活动的奖品 不对 这才是六岁时 我送了生日礼物 这是一年级参加活动的奖品 是我记错了 十几年前的事 记错很正常 星星啊 你先好好休息 妈 我觉得保险起见 还是先做个清理鉴定吧 你怀疑她不是星星 我总觉得怪怪的 还是解释一下好 她是星星最好的 但如果她不是 岂不是让真正的星星 继续留在外 就像那个江青 我们差点就认错了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了 好 个小姐 你毁了杨莹的婚礼 毁了杨莹的前程 我 我要你的命 啊 你干什么吗 我不是你吗 我要你命 妈 你妈妈 妈 救我 妈妈 我不想死 妈妈 妈妈 谢谢谢谢 不要 妈 你怎么了 妈 做噩梦了吗 做噩梦了吗 好奇怪啊 刚刚在梦里 那个江青 叫我妈妈 还叫我救她 妈 只是梦而已 你忘了 星星已经回来了 对啊 星星已经回来了 以后我们会保护好她 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了 妈妈 不好了 你怎么着 她的背景很难受 妈 我怎么在这里 领导在路上是好心人把你送过来的 星星 别怕 坚持住 妈妈在呢 这个生日 好熟悉 外面怎么了 怎么这么吵 是下家的千金 搬一步书火送来急诊了 说了失踪十多年 刚找到我们的千金 全家人宝贝的很 热不 所有的穷的医生都来了 迷远长得惊动了 真是同仁不同命 变成这样子 连个他们的人都没有 真可怜 情况不太好 双色坏色 妈 厉生 你救救我女儿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圣运 尽快换圣 妈妈 我是不是快死了 说什么傻话 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尽快找到圣运 星星 别担心 一定会好起来的 妈妈现在就去想办法 你现在还不能出院 可是我没有钱 我住不起院 可是你都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你上次在工地 受工伤的赔偿款 我们星月集团是良心企业 不可能迷路 这个给你吃吧 我没有点盒饭 我请你吃的 你昏迷一天没吃东西 快吃吧 大小姐 我来跟二小姐送点吃的 好 小迪 好点 妈 妈 我有只好的希望了 对不对 小迪 现在整个星月集团呢 搭档了所有的力量 在找圣运呢 手术前 咱也不抽了 一会好起来了 对不起啊 都怪妈没用 只有让你当上 下家的二小姐 你才能活命 你们两个骗子 根本就不是二小姐 你是谁 我是谁 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怎么还在这 你怎么还在这 你是不是要偷什么东西了 他刚刚开个 偷偷二小姐的玩具 零食就不太干净了 你也不比我混的好多少 我还以为你对下家有多忠心呢 没想到啊 你们两个竟然在这 撒撒如此明天大 还请下家 给你这病秧子女儿看病 你这算把打得够响的呀 那你倒是说说 如果让下家人 知道这件事 她是继续给你这 病秧子女儿看病呢 还是把你们两个 都赶出去 到底想怎样 让我保守秘密也可以 给我五百万 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啊我 哎呀 吴妈 你这病秧子女儿 现在都飞上枝头 变成二小姐 你们还缺钱吗 我劝你们两个最好想清楚 我现在不仅有你们两个的把柄 我还知道真正的二小姐 人在哪 告诉我她在哪 给你一千万 你怎么了 你有点不舒服 你能送我回冰房吗 行 我还不舒服 那你 要不我帮你交一声 不用了 谢谢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求求你 把我那条行李还给我吧 你在说什么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小心 干什么 竟然欺负我的女儿 我没有 刚才是她 求求你 把你抢我的那条行李还给我 你打我妈我都可以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果然 是你抢的星星的项链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 我根本要抢你的项链 那条项链 是我送给星星的 去给你拿换了钱 你还不承认是你抢的 我没有 他就是个骗子 你欺负星星 没人保护 事无忌惮地伤害她 我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伤害我女儿的人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欺负星星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要是你死不成人 我会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根本就没有撒谎 那个项链 真的是我从小带她的 你到现在还在狡辩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项链是你的 你才是我的女儿 以前欺负她也就算了 你现在还想要冒充她 我没有 他分明就是一个骗子 来人 我都要看看 你的嘴到底有多硬 我不走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真相在这里 这是亲戚编定的 只要确认了 星星和妈妈的亲手关系 谁再说谎 就一心二厨了 她既然做了亲子鉴定 那我岂不是要报了吗 妈 这份亲子鉴定我刚拿到 我也没看过 您亲自来拆吧 妈妈 姐姐 你们是在怀疑星星吗 你们不相信星星吗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那我走好了 不是的 星星 妈妈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星星 星星 星星你怎么了 二小姐 二小姐 快 快叫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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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 星星 医生 你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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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二小姐本就身体虚弱 不能这时候刺激了 必须尽快出去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星星怎么会受刺激 怎么又开始演戏了 之前我倒对你还有点同情 可你也在 咱咱咱的欺负我女儿 我怎么能够放过你 是我的女儿 妈 别这么早下决论 谁是星星 看一下亲子经历就知道了 吴妈 拿过来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星星 是我如假包换的女儿 你还敢说项链是你的吗 抢了星星的 妈 我觉得保险起见 还是做个心思鉴定吧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了 好 我刚刚被错了 你会不会怀疑我 你再多告诉我一些二小姐小说事情 我多别一点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并且打仗做亲丝签订 那怎么办 我来解决 妈一定帮你落实二小姐的身份 星星 妈妈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 给你找到圣语 帮不下去 谁要配型成功 给我女儿捐赦 我出一个亿 一个亿 现在 甚至归母出生 自己就能把你的女儿给搞死 我不仅仅让你痛苦 后悔 我还要你的一个亿 谁要给我女儿捐赦 我出一个亿 下家为了给二小姐找睡眠 出了一个亿 那个是下家的千金 丢了十多年才找回来 董事长呀 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给她 被妈妈疼爱的感觉 一定很好的 亲家 那 我们不是也没想到 你病得这么严重 你就算想到了又怎么样 你们不是还想让我死呢吗 看你这孩子 说的傻话呀 那天妈不是做给 小家人看的吗 那妈能真伤害 你伤害我还帅 如果你们想要钱的话 行 我就这些了 晴晴 妈知道 以前都是妈这臭脾气不好 做了很多让你不高兴的事 但是晴晴 你这几天不在呀 妈是真想你呀 再说了 你现在这身体都这样了 我们怎么还能要你的钱呢 你自己管好 白带好吃的 是啊姐 你虽然不是妈亲生的 但我们生活了十几年 始终是有感情的呀 对不对 妈听说你病了 哭了好久好久了 所以 我们是不会要你钱的 而且呀 我们还要花钱 跟你治病了 你们说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哎呀 晴晴 妈是真的反思过了 妈以前呢 是真对不起你 都是妈没把你照顾好 才让你生病呢 我跟杨阳也商量过了 咱们呢 就算倾家到场 也得把你这个病治好 妈 杨阳 走 姐 我这就带你做个全身检查去 走 咱说动就动 这就去 啊 妈给你穿鞋 来 静静 慢点 慢走 慢点啊 医生 医生 给我们轻点啊 早上吃什么 嗯 你吃什么 你让我吃什么鞋 你吃什么鞋 儿子 这这么多人来配鞋 他也不一定能配得上 妈 就算配不上 咱们也得给他配上 一个人 是一个亿了 这末天的富贵 可不能落在鞋子受伤了 这里是一百万 宣布配得成功之后 我再给你们百万 喂 什么 找到肾源了 对方同意卷险 太好了 马上联系最好的医生 给欣欣还剩 月儿 找到肾源了 欣欣有救了 妈 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还是下家力量大 小别有救了 姐 医生说你的情况啊 做了手术就好了 这是同意书 你签个字 做手术 应该很贵吧 你这孩子 那钱还能有你命中药啊 以前那都是妈糊涂 现在啊 我是想明白了 那钱才都是身外职务 只有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块 那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姐 你快签吧 签了这个字啊 才能早点做手术 我和妈呀 在外面等你 下百星 你最好是死在手术台上 到了时候 我还能再敲打一遍 他们 你就等着给你 收拾 一定 不 不 不 啊星星別跑 等做手術你的飯就好了 媽媽在外面房裡出來 你們怎麼在這 是你說的給你女兒捐身 就給我們一個一江晴 沒錯 給你女兒捐身的 那就是我的好女兒江晴 感謝的話你也不用多說了 趕緊對薦一個億吧 這是他自願簽的 你這話說 那我不是他自願簽的 還是我們逼著他不成 媽這會不會太一樣 不管是樓是謹慎還是謹慎一些 叫周醫生來吧 周醫生你確定沒搞錯 董事長沒錯 配型成功的確實是江晴 不是湯麥你什麼意思啊 你是不想兌現了是吧 你急什麼 這一個億我湯麥還是給的出的 能手術成功 我女兒從裡面安全出來 自然會給你 換身成功後 你的女兒可能就死了 是你親手殺了她 我有點害怕疼了 二小姐你放心吧 董事長請了最窮的醫生 經驗很豐富的 那麼換完身之後 是不是就和正常人一樣了 你用可以下家的二小姐 手術師還有專人照顧 還有專門的營養師 恢復起來很快的 下家二小姐 換身 等一下 誰給下家二小姐換身 不就是你 君正同醫生 可是你本身起來了 別搞了好像給他錢的東西 我 我不是胃癌手術嗎 是你 什麼胃癌手術 是換身手術 能給下家二小姐換身是你的榮幸 有一個意義呢 你不捐 弄件什麼 張晴 現在馬上有手術了 你說你不捐了 後來都沒有同意過捐 我不捐 一個一買你一顆是 你還委屈上了 幾輩子都賺不到一個一 我不捐 我死不捐 你們又騙我 我好不容易相信你們一次 你們又幫我賣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信 不行 到時候的一個意義 絕不在那非 你這樣去 你沒個錢 放開我 什麼事 嘉晴 幫我之前 對你的態度抱歉 我救救你 救救我女兒 你救我 救救你的女兒 我的 可是誰來救救我的 你就可憐可憐一個做母親的 我可以給你錢 如果一個一個不夠 你說個書 我都可以答應你 我一個快死的人 我有那麼多錢幹什麼呀 既然你 你的日子不多了 你就行行好 又到做做好事好不好 你不要錢 我可以用其他東西 你應該需要一塊墓地 我送你一塊最好的墓地 活著的時候 沒有房子 沒有家 更沒有人愛我 現在快死 一塊墓地還要用我的身來活 我回來有什麼用啊 哎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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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算的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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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你 媽媽 你媽媽 這位星星本來就是小公主啊 媽媽 我是星星 我才是夏晚清 你不是想知道你父母是谁吗 捐了这颗肾就告诉你 人有两颗肾 捐了一颗有死不良 捐一颗肾是死了 可是我已经快死了 你改正也要快死了 反正已经快死了 不如拿一颗肾去换一个衣 对对 就是死 我呆生的 你这死家伙你是疯了你 忘了忘了我牵着你的星星 星星回来了 我的事情不多 当时我面前已经失去我的死了 难道 希望他再动电子 江晴 进来吧 他不会是想起来了吗 江晴 你是不是改变族裔了 求求你 救救我女儿 我可以答应你捐事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可以捐事 也不要钱 我要你当我三天妈妈 可以吗 他什么意思 我的妈妈凭什么给你当妈妈 你配吗 就凭你想要我的事 好 我答应你 小奇 孙琨 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 就让厨房都坐了极啊 谢谢妈妈 你吃啊 妈妈你吃 姐姐你吃 他怎么会知道 wash your face 我喜欢吃个 站住 到底想耍什么花样 你不是二小姐 需要我揭穿你吗 我没耍什么花样 答应你的事 也会给你的 你不要太心急了 江晴 一伙恶心先去买小狗 你要不要一起去 姐姐 不是不喜欢狗吗 我以前是不喜欢 但欣欣一直想养一只 小时候是我不对 我应该迁就她的 姐姐不用内疚 没有对错的 只是喜好不同罢了 帮我约个时间 我要做个亲子鉴定 妈妈 你可以陪我睡 这孩子被父母丢弃 又胎上那样的养育 太苦了 他一定很渴望被爱 好 我陪你 谢谢 你的环境好 我心里 你的环境好 可 妈妈就好幸运 二小姐他很不舒服 你快过来看啦 二小姐 你还真是新奇 嘉晴 心情真的很严重 现在叫我一声妈妈 妈妈求救你 马上给心情决认 答应 你的妈妈终究还是更在意 结果出来了吗 快一点 妈妈我害怕 心心 别害怕 很快的 你就当睡一觉 妈妈在外面陪着你 妈妈 心情不怕 心情只是舍不得你 妈妈 你不会知道心情也要离开 你不会知道心情也要离开 你就把它当作星星 就当心情还陪在你身边吧 心情走后 一定会在天上保留你的 妈妈 请听起来 不会儿会儿 你不会在你身边的路上 你不会在你身边的 有看到你 蜘蛛的心态 你不会在你身边的态度 你不会在你身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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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根本就不成功 今天 他們都得給你洗在收拾他的手 喂大小姐 鉴定結果出來了 全人親自關心 他果然就是星星 媽 這個手機不能破 你說什麼 媽 江琴才是星星啊 不懷疑上一次的鉴定結果有問題 這次我拿的是你和江琴的樣本去鉴定的 他才是星星 他才是我的女兒 星星啊 星星星媽媽錯了 媽媽明明已經找到你了 為什麼要錯過了你 星星你起來 再叫醫生媽媽 我不要指大第三天的媽媽 我要永遠都當你的媽媽 星星 星星 姐姐對不起你 我明明已經一感到你就是星星了 卻沒有及時的你相認 姐姐對不起你星星 星星 董事長 大小姐 你們不用傷心 她只是打了麻藥 暫時睡過去了 星星 星星 媽媽媽 姐姐 我現在做完手術都一年多了 謝謝 媽媽以後 再也不讓你離開我了 我的星星 媽媽 我的星星 媽媽 我现在做完手术都一年多了 你看我现在完全恢复了 我们的心情可真漂亮 漂亮好消息 王兄爷和江阳进去了 他们拐走我女儿 还折磨了这么多年 我要让他们在里面 废被子 你别生气了 他们已经有报应了 是啊 妈我已经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团圆 这是最开心的事情 对 自从她女儿方晓迪死了以后 她就疯了 敢冒窗儿小姐 还差点害了咱们小姐的命 得到这样的下场 活该 活该